第三 大家讲 随时准备 随时准备 神做事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要满足你的需要 我的需要的 想一想 彼得的情况 当时有多少 她有多少都没有做的需要 她的老乡在加海门 她现在在越多 是一个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来的 她多久没有回家 看老婆孩子了 她是一个头炮的通知犯 到处人要捉拿她 她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所以她来到凯撒利亚港口 随时跳船是脚筹 一不好就跑 要等着跑路了 请问你自己 请问你自己 你要神在生命当中行心事 你问你自己 你是否侍奉主到一个生命受到危险的程度 有多少个人告诉我 你现在是什么人有生命受到危险吗 没有 所以你要神做行事 神在pick up一个叫做赶死的人 神在pick up一个人赶死的人 神在pick up神在寻找 愿意为神服侍他到一程度生命受到危险 我们大家都不会受到危险 我连我都有 只是生活比较辛苦一点 有时候要平静心 但是我们还没有受到任何的危险 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彼得 他为了要传扬福音而亡命天涯 他在凯撒利亚港口随时跳船就走 只要我放弃服侍神 我放弃传福音 他的生活就可以过得很舒适 很安稳 但是他没有 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吗 我们今天做倒转的 我们放弃服侍神的机会 我们放弃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要过舒适的生活 然后我们跟康弟说 我要看见你做心事 满的没有 神在寻找做心事的 神在寻找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 大家一起懂 读第三个原则是什么 神做事我发辖子 彼得愿意为了神的国度 为了服侍神 为了恶意流 为了福音 将自己的安全抛制 然后